兄弟们看啊 每次我去学校呢 我都要穿他们当地的衣服 因为在他们去学校这个路上很危险 比如说我后面这个健身房 就是前几天爆炸的 来这边害怕不 我今天不害怕 你习惯了 兄弟们今天又来学校了 过来就看见宝安的小女儿在卖货 宝安目不识丁 她不会算那个一加一 算账算不明白 声音还不错吧 兄弟们 挺热闹的 挺热闹的是吧 这现在是又一批学生来学校上课是吧 今天我是中午过来的 每天中午还有下午 他会不停的来一拨学生 会在他这里买东西 哈喽 你好吗 你很好 前两你让他们排个队吧 兄弟们这个生意确实还可以啊 我每次来都看他有人在他买东西啊 一会咱们去点一下那个宝安大叔那个钱罐里面有多少钱啊 兄弟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占股啊 有个一百块 还有个几十块啊 差不多干到一百多了 下午再忙一振两百块钱 今天就到账了是吧 这边学生他们每天都有个零花钱是吧 五块十块对吧 有个人民币五毛的一块的零花钱啊 兄弟们这个是一个班的班长啊 他每天检查一下 看学生包里面有没有那个爆米花啊 这个是当地啊 要非常注意的 因为你也不能确保这个学生万一被那什么了 对吧 最近这边是不是不太太平 规定啊 这是规定啊 就是除了书本其他的东西不能带到学校 老板那个校长 嗯 那个话想跟你说一下 啊什么什么话 他说了晚上白天 那个太阳光这个不够了 不够了是吧 对 这个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是吧 咱们去看看吧 要不咱们去看看 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嗯 电不够了 电不够了是吧 对 但我当时买的那个电池是最好的电池啊 它是什么情况 嗯 加一个太阳能板 它不是电池的问题是太阳能不够是吧 要加一个电池 加一个太阳能板 就这么看一下 到了晚上这个监控就不行了 如果说没有监控的话 这边不安全 咱们去上面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设备啊 阿发啊 这边本身它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 所以说进口的东西有时候质量你没法保障 兄弟们我们上来了啊 这是那个太阳能板 再加装一块啊 上面是固定住的啊 嗯 需要 需要加一块 兄弟们我记住这个东西费用挺高的 光是装这个东西花了大几千块钱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配电的在那个地方是吧 太阳能板应该是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电池 影响了它这个性能啊 偷走了是吧 有这个情况啊 这边小偷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兄弟们 平时我不太想待这边 原因就是这边待久了 大家知道 如果说我是个有钱人的话 会有危险 说我今天把你绑了 像我每次来学校 这个地方都是站个人啊 往我一直看着 这边有没有可疑人群 然后咱们的司机都是拿着那个用不用的啊 行 咱们下去 现在去给他们买点东西 把这个问题给他们解决掉 这个电池放在那个保安室啊 当时买的这个电池呢 是他们这边市面上很贵的啊 但是放了一年多了吧 它这个性能可能下降了 就是纯储的这个电量不够 在晚上呢会断电 现在咱们出发吧 上车上车 走 买电池去 再来啊 再来啊 也就是 和我们快拿来 这个电池去的电池